90后文具vs0后文具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90后用的笔 多色圆珠笔 小时候就流行这种多色圆珠笔 颜值可可爱 一共有六种颜色 喜欢哪个颜色按一下就可以 画画都不用换彩笔 一支圆珠笔就够了 备考的时候画重点什么的 最好用 0后用的笔 素杆中性笔 据说小伙伴现在都用这种素杆中性笔 书写起来流畅顺滑 写出来的字一秒速干 不会弄脏手 整个管里面都是墨水 可以用好久 90后用的修正袋 透明胶 小时候写错字 我都是用口水擦的 后来我妈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给我买了一卷透明胶 不得不说 透明胶有时候还挺好用 但是一不小心扣多几下 书本都撕坏了 烦死了 00后用的修正袋 笔形修正袋 现在大家都用这种橡笔又不橡笔的修正袋 用起来非常丝滑 线条是整整齐齐的 遮盖力很强 什么颜色都盖住了 用多少 就滑多少 不用的时候盖上 放在笔盒里也不会占位置 90后用的笔筒 网歌笔筒 这种网歌笔筒 怎么这么像我家的垃圾筒呢 我的天哪 我妈说这是金属材质的 更耐用 用到我大学毕业都没有问题 看似其貌不扬 其实里面空间很大 什么文具都可以往里塞 隐隐厚用的笔筒 多功能旋转笔筒 你们看有多少个风格 高低不同的设计 这样比 剪刀 橡皮擦 都有独立的空间 还可以360度旋转 拿来用的时候 非常方便 底下带了个透明抽屉 小杂物都可以往里放 它还有一个隐藏功能 你们知道吗 把这里拉出来 就是一个手机支架 可以让我学习之余放松一下 不用的时候 旋转笔筒也可以拆下来 单独使用 00后的东西 真是太先进了 为什么我们那时候没有 以上这些文具 你们用过哪些 猫 耶